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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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談什麼這麼開心? 沒事, 只是女人聊天而已 對了, 你不是約了莊國廚吃午餐嗎? 還沒在一起 你談公事, 瞞死我 那不妨礙你們了, 再見 再見 我們良心地產標榜羅新門 開陽兼實用 就像昨天而已 金吉珠寶的太子 都一口氣數了三個單位 你不是打算我會替你數三個單位嗎? 一個用來自住的, 一個用來炒的 一個用來金屋重嬌 李宗盛 絕對適合 等一下, 麻煩你 怎麼這麼巧? 謝謝小高先生 爸爸叫你來看房子嗎? 高先生買不買房子 小高先生你應該比我清楚了 我警告你別這麼有趣 高先生經常教我做人要謙虛一點 高先生, 我們到了 我上頂樓 高先生 過來看看 這裡看出去海景多正 這裡真正, 怎麼樣? 你喜歡嗎?買了它吧 高先生 這個單位我要了 稍後我找律師叫你 我們想再看一會 謝謝高先生, 不妨礙兩位 高先生打算買這個單位來投資 我不過意聽到有人說很喜歡這裡 湖丹邊, 還要是海景 簡直是我的夢想房子 高先生買來哄女兒開心 雖然還不是自己和她相認 但難得知她喜歡 不一定也對 先別說了 不過剛才我在樓下碰到小高先生 是嗎?她不知道我在這裡 我沒告訴她 不過我想她 她以為你要送一塊樓給我這家丫頭 她這麼想也無謂 那倒是 你連一塊樓也送給我 她真的當我是那種威脅 可能更加鞭策 她在你面前更加生性 是辛苦了你 只是偶爾被小高先生單打幾句 高先生, 你要阿琪的資料 其實高先生你打算留一塊樓給阿琪 什麼時候跟她相認 跟她相處了, 越來瞭解這個女兒 我就越擔心她未必肯認識我 為甚麼 因為她像我 性格硬正有骨氣 又不喜歡靠人 我擔心她可能是怕被人還 她認識我是為了我副身家 就特地替我劃清介事 所以這層樓 我只會找律師寫在平安寺上 留一個業權給她 高先生, 你還這麼精神 哪有用心想得很遠 你知道我有心作命 有些東西還不來的 S.H.U.E.N. 是孫子 我估計家裡有養父全生的外省人 所以她的拼法不是廣東人 我記得馬利的孫兒也是這樣轉的 我馬上去找律師做好可能見她 謝謝 細高先生 對了, 我聽到你爸爸說 要找一個姓溫的律師 幫她辦一份文件 早安 細高先生… 今天我爸爸沒空 這個會由我來主持 你… 甚麼事?細高先生 我們今天開的集團會議 就算你們高尖老總來到開會 只不過是在最後一段時間 坐回來應該坐我位置 是, 細高先生 知道嗎? 你今天突然說不空來開會嗎? 大高先生今天約了一份律師 說要上去他的辦公室 說有些重要事要談 是, 細高先生 高先生 你真的有反應嗎? 你不是真的以為自己姓高嗎? 如果正常人聽到有人在後面大喊 是, 都會轉過來看看 小高先生 你想得多了 你不用這麼得情 你以前也是幫我玩鞋子 我最近知道外面有很多流料 我找人在檢查 如果讓我知道放流料的人 是你, 你想賺益 你以後不用指望在高市集團 那種垃圾 好 如果真的是我放流料的人 我想第一個不放過我 是大高先生, 是不是? 齊仔 不用嚇唬我爸爸來打壓我 如果你真的有懷疑的話 為什麼不是爸爸? 我的意思是你爸爸 今天事 高先生那層羅心門頂樓複式單位 那些拳子還沒給你書 高先生是有爸爸嗎? 明白 我是, 我現在回來了 卡人到了 好 滅孫? 你知你最近跟我爸爸 走得很近的那個孫子馬里 聽到嗎? 剛才溫律師說我爸爸層頂樓 送給滅孫子 不是送給你這個二打六 如果我是你的話 我真的會認真想想 爸爸找到一個值得送樓 給他的親密女友 自己無論如何都要改進一下 看看如何才能在他心目中 佔到最重要的地位 這層不用你擔心 沒事, 大高先生找我 高先生 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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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其實這兩套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以我旗下模特兒穿出來見人 是最好的 換我 這麼久你幹什麼? 喝杯子 我之前叫我幫你入一球 那一身上市 浪人股八三一四 又升一個價位 我看了牌升 不如這樣, 幫你入一球吧 先看清楚一點 我不是怕輸 我是不想再送給我爸爸看 對了, 高榮偶爾偶爾都光顧你 最近他有什麼小動作? 我收過風, 現在沒什麼貨 看來大高先生 真的不是當自己人 歐高榮這個人不簡單 他有什麼事要第一時間叫我 知道了 又是這個女人 這裡的衣服不錯 說有VIP有八折 看看合不合 高少 是 眼是時雲帝 去到哪裡都遇到 督眼督鼻的人 高三的兒子 高尖每年都有幾次吃飯 我陪我先生出席 都可以說跟他父子倆熟 好嗎?過去打個招呼嗎? 不要了, 人家正在做事 你們覺不覺得 他看來的眼神很寬 好像人得罪他似的 別管人 我聽我的地產經紀說 他收到風, 起碼是羅生門 覺得不錯就比手期 這個不錯 不好意思 你幹什麼? 對不起 這間店的所有櫃子 我已經買好了 其實這些櫃子 只適合一些十八、二十二的PT女 絕對不適合一些超靈的伯母 可不可以不會模擬這個牌子? 你說什麼? 你全都買了 不要緊, 你喜歡的, 你全買吧 我們去喝茶吧 我們想幫他出頭 瑪莉反而禁住我們 看來高先生一片真誠 真是打動到我們的瑪莉 你說瑪莉為了高先生 忍了一口氣? 看來那隻GF9413 駝飛輪001號 真是發揮到他的作用 你好 是瑪莉這麼晚了嗎? 對不起, 你們的戲真的很差 怎麼樣? 又說我昨天買手袋那件事? 我們替你不值得而已 Raymond還未夠成熟 如果我跟他計較 我就跟他一般見識 我跟高先生拍拖 已經有壓力了 我行我素 這樣才是我們見慣過瑪莉 來吧, 等你自己吃吧 謝謝 K 你們兩個顏色很差, 你沒事吧? 少少少而已 你燒了幾天都不退口, 大我小 幫你請假, 你回去休息一下 不行, 我待會還有一個訪問 不可以改期的 我叫電腦幫你頂住 大老中, 我可以的 我看了醫生吃了藥 只是普通感冒 你看了也不好 我想你要轉個醫生看就好 不如你去看這個醫生 靜和醫院的程醫生 是很出名的腦科醫生 長時間發燒也不退 對腦也有影響, 你去檢查一下 做完訪問之後去看吧 但是這個醫生這麼出名 他應該不會隨便看新證 你拿著我這張卡片 你說我介紹的 他一定會看你的 謝謝 謝謝 細高先生每年生日 高先生無論多忙 都親自買一份禮物給他 這份心意真的不是每個爸爸 那裡 只懂得送禮物也不夠 還要懂得做 就像每年原文九先生的派對 我都要延伸 但是又不能留得太久 留得適當的時間又要識事 要不然年輕人玩得不進行 好嗎? 高先生, 你真是認識細高先生 我認識細高先生 不太明白你的心意 有什麼想說, 不用答應了 那天孫小姐和女朋友去買袋 剛好是細高先生的意見 怎麼樣?Ryman不讓誰買你嗎? 孫小姐本來看著我的手袋 誰知道高先生把全家店裡的袋賣光 讓孫小姐一個人買不到 這個兒子太過分了 那買你他怎麼樣? 孫小姐的好友收藥 他沒有跟小哥生計較 我回去罵他才行 高先生無謂為這件事罵Wayman 你為了孫小姐跟他賊氣 他只會覺得高先生是堅心 反而會加深他對孫小姐的敵人 那也不能讓他這樣對馬 暫時沒有事發生過 有機會的, 做一點表態行動 讓他自己去領活 我不明白, 何時才有機會 高先生, 如果你相信我 機會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相信你 阿奇, 什麼事? 你先別勞氣 你現在是不是還在靖和醫院? 你在這裡等一會 我馬上幫你找程醫生吧 阿奇, 什麼事? 阿奇今天他發高燒 燒到104度, 我怕他燒壞腦 打算你和靖和醫院的程醫生是老朋友 那我就把程醫生給他了 你拿著那張卡片去 人家也不會騷擾他 你不早點跟我說? 現在也不遲 他還在靖和醫院排街證 你叫司機過來接我 我馬上趕去 阿奇, 高人 你現在是靖和, 那就好了 我現在趕過來 不是我 我想你幫我看看這個年輕女 他燒到104度 我現在聽不到你的電話 有話說 什麼事?Raymond 我爸爸不接我的電話 電話沒電而已 我猜他應該來的 先生, 去這邊 爸爸, 小高先生 我好像沒有請你 你怎麼樣? 在高先生叫我幫他 拿一份生日禮物送給你 我爸爸 高先生他沒空來不了 他叫我跟我小高先生 你說一聲, 生日快樂 叫你玩得開心點 一定是你弄了那些小動作 我爸爸在哪裡 你最好立刻告訴我 要不然我一定不放過你 我哪有本事留著高先生 但其實是滅孫的發燒 高先生趕到醫院去照顧他 看見滅孫真是被西高先生激病 激什麼病 他明明是炸病 想妨礙爸爸來生日派對 西高先生, 如果我是你的 我真的不會再激滅孫 如果他真的有什麼頭暈生氣 大高先生又要抽時間去陪他 這天只有24小時 他要多陪那個人 對你的注意力自然減少了 除非你想想高先生不理你 其實老公, 如果你激怒滅孫 大高先生難免再要抽時間去陪他 如果比作為你 我一定不會讓人家藏不住驕 高先生, 上次我們提到 你第一段的情感生活 你的師傭退了嗎? 退了, 程醫生的醫術高明 如果不是高先生你親自來到 我想他未必會替我看診 我也不想因為你病 都要遲我的自尊的面世計 我保證你的自尊一定會如期完成 我們繼續 老闆 你等我一會兒 馬妮 你好 高先生 怎麼樣?做完訪問了嗎? 那不如我們去那邊坐著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怎麼樣?你們妙手人心會開會嗎? 是呀, 你找我有事嗎? 浩日, 你有空嗎? 怎麼了? 什麼事? Raymond主動說想跟你正式見過面 Raymond, 你的寶貝仔? 我感覺到她是之前的魯莽行為後悔 你就給她一個機會, 當給她賠罪 那不要說賠罪那麼嚴重 如果真的她主動約我, 我可以的 她真的叫我主動約你嗎? 是嗎? 是呀, 爸爸 你好 你好, 孫小姐 叫我Mary 坐吧 是呀, 爸爸 你跟瑪莉說了嗎? 說了 我答應了 實在太好了 瑪莉, 我知道你很喜歡這個袋 所以我今天特地拿來送給你 是呀 我希望那天我令你不開心的事 你可以憤不慈地拿去 對不起, 我這人的EQ真的很低 那天剛好被小的氣壞 所以我才做出這麼傻的事 我很抱歉 好…不要緊, 其實我已經忘記了 謝謝 是呀, 瑪莉 聽說你很喜歡吃法國菜吧? 是呀 對 我後天在長島酒店的法國餐廳 我今天訂了一桌 全香港最好的法國菜 不過很難訂位的 瑪莉, 你是我的VIP 我就算想盡法寶 也要找桌子招呼你 就這樣說吧 爸爸, 我時間跟長島的經理 商量一下 順便談談當晚的餐單 再見 再見 你好, 小高先生 好晚安 這個臭小子突然開箱 難道被高人指點過? 你快點做你的訪問吧 我回去吧 好 今晚見 今晚見 再見 謝謝 謝謝 好高榮 高先生 Raymond突然對瑪莉這麼友善 你做了什麼功夫? 高先生的細節不需要太多 最重要是高先生相信我 我所做的功夫 全部以高先生做出發點 而對其他人有見自成 服了你 我好想 謝謝 剛才跟高先生吃完飯 跟他回來 是呀, 他說回高志摩開會 是呀, 謝謝你 為何謝謝我 我心頭好, 實而伏得 我知道中間你做了很多功夫 你打台給我, 我哪有這麼本事 就是Raymond看在高先生分相 但Raymond突然對我這麼友善 連他爸爸也起出望外 既然大家都這麼開心 細節也不要想太多了 其實你幫高先生和父子搞好關係 對你有什麼好處? 其實你幫大高先生做事 不是幫自己做事 是, 還是傳聞你們的關係是真的? 給我一點空間, 如果高先生想你知道的 以你在心目中的地位 我想他很快會親口跟你說 雖然我覺得你有點狡猾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又覺得可以相信你 難怪高先生常稱讚孫小姐你聰明 火花點起太呆眼 你責怪我不轉彎 雙方望著但事實也口硬 而怒氣似未散 不過學習性怒用愛衝膽 情深不減 對此相處鬥氣也許少不免 或是愛你長生天 怎麼相處也要靠失方改變 我合在去為你改變 愛能讓我們為愛人奉獻 也能讓我們用愛做未變 再次探訪